脱发的分级可以分为几级 国际上一般采用汉密尔顿脱发分级法 来判断出现脱发的严重程度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脱发的等级细分 一级脱发发际线正常 观察两个额角的变化 脱发往往从这里开始 二级脱发发际线后移 额头稍高 三级脱发发际线脱发明显 如果不及时治疗 头发会迅速脱落 非常严重 四级脱发 前额明显脱发 整体头顶部位稀疏 但是头发没有完全脱落 还有一些细软的头发存在 五级脱发 前额及头旋部位整体脱落 中间形成断带 脱发面积较大 六级脱发 前额部位积本脱落 头顶部位向后扩大提示更加明显 中间紧隔离狭窄的毛发带 由于供体区域头发过少 而需要覆盖部位的头发 要求过多 七级脱发 是脱发分析里最严重的情况 整体头发只剩后整部 隔耳并周围一圈的头发 快爱客你身边脱发的朋友 来看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